新澤西州女士議員租槍殺身亡 新澤西州Sarafield女士議員Unice John Ford 于星期三晚上在自己车内租槍殺身亡 目前当局仍然调查枪手动机 当地媒体报导指 Sarafield警方在当地时间晚上7点半 接到开枪报告 赶到之后发现30岁的John Ford 在车内身中多枪 当场证实死亡 案发现场距离中佛的住宅不远 去中枪之后汽车一路沿路下滑 直到碰到其他车辆才停止 共和党籍的John Ford 在2021年11月当选市議员 任期三年 Sarafield位于新澤西州中部 人口大约有4万5千人 总共有6名市議员 新澤西州多个政府领袖 对于John Ford的势势作出回应 州长Phil Murphy赞扬她的公职服务 并且谴责是枪支暴力 导致John Ford被杀害 Sarafield市长Victoria Kilpatrick 則表示 John Ford是热心投入工作的市議员 她真诚为居民服务 对于她遭到残忍杀害 Kilpatrick感到非常震惊 天下卫视记者 编辑报道